嗨,哈喽,大家好,我是Kat,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黑五买到的一些彩妆品啊,那如果时间够的话呢,应该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黑五买的衣服,包包,饰品什么的,好,那如果你对我这次黑五各种东西感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好,Let's go! 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呼拉beauty这一弹吧,因为在黑五的时候呢,他们官网有打折,打折力度还算是蛮大的,但是这次黑五呢,有一样呼拉beauty的东西我不是在官网买的,我是在selfie上面买的,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吧,这个呢是他们家的一个口红和唇线笔的一个套装,说实话这个包装我真的超喜欢,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这样摆在这里当一个装饰品什么,好,那打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其实今天我嘴巴上的外来用的就是这一套,可是这一套它上嘴啊,非常的 偏冷色调,给你们看它上皮肤的颜色,它这个颜色啊,上嘴其实更偏冷色调,所以呢,我稍微在嘴巴上加了一点,M.A.C.KAM加的这个颜色,算是Brick Ola,大概把这两个颜色叠加一下,看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偏冷色调了,反正就是这一套呢,它看起来是比较偏裸的,但上嘴我自己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偏紫调的这种,好,那下一个呢,是在huda官网上买的一个高光盘,我记得这个高光盘是半价左右的样子吧,还蛮划算的,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买的这一盘呢,其实是不带那个紫色偏光的,他们家高光盘分好几种嘛,这盘的这个颜色其实是一个cream之地的,就是膏状的,对,那它这个包装这边有写,就是说这个膏状呢,是可以做一个打底的,先把膏状的铺在皮肤上,然后再上这种粉状的再上,就会非常非常的亮,不过我今天脸上的高光的用到的不是这一块,上的稍微少了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稍微混一下, 这边呢,就是比较自然的,这边就是刚上了huda那一面,还蛮亮的,那我觉得这个高光呢,还不错,打折买到还算是比较划算的 好,那下一个呢,是这次在他们家官网上买的唯一的一个眼影盘,这眼影盘呢,就是他们家前一段时间不是出了很多这种比较荧光色系的嘛,我有收荧光绿那一盘,所以呢,这次看到它打折,就想说收一下这个荧光橘的这一盘 当然很多人说他们家的这个荧光色的眼影,其实是不适合涂在眼睛上的,其实因为我也不太常用了,我更喜欢的是他们家的这种荧光色系的珠光色,他们家的这个珠光色在眼皮上是不会渗到皮肤里的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买一下的,如果以后画那种稍微夸张一点,或者是色彩缤纷一点的妆容的话,可以用到这一盘 那下一个在他们家官网买的,当然是他们家之前出的这个遮瑕膏,我买的这个色号呢,叫wipped cream 这个颜色呢,我买的太白了,而且呢,它的这个质感我超级的不喜欢 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吧 它里面的头呢,是这种金属的头 其实上的眼睛下面呢,有一点冰冰凉的感觉 它里面这个膏体的本身呢,我觉得是有点厚,有点干的 之前用它的眼睛下面就感觉非常的厚重,然后感觉有渗到我眼下的纹路里面 我非常的不喜欢,再加上另外一点是我自己的原因啦 就是我颜色买的太白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觉得它白的颜色上在眼睛下面呢,就好像是感觉这个人的粉底涂得很奇怪 就是底妆很丑,就是很不搭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是只适合白人,或者是在白人里面还非常白的那种白人 反正这个就是在我眼睛下面呢,太泛白了,而且就很假的感觉 这个遮瑕膏从质地到颜色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下一个呢,是在他们家买的这个定妆粉,Easy Bake Loose Powder 我买的色号呢,是cupcake cupcake这个色号呢,是稍微有点偏粉调的,因为我本身皮肤是比较偏中性调的吧 所以说用粉调呢,其实可能提亮感会稍微好一点 然后这个粉呢,我也有用过,我觉得这个粉质还蛮细腻的 这个粉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这是它里面本身的样子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就是我第一次把这个盖子打开 你看它这里就会出了很多粉 就感觉还蛮脏的,只用过一回,但是就看起来脏脏的感觉 就是这个包装呢,我没有到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粉膜的还蛮细的 然后上在脸上呢,也不会说是特别干 或者说吸走你皮肤底下的水分那种感觉 那最后一个在他们家官网买的呢 是他们家新出的一个双头的眼线笔 它一边呢是眼线膏笔,另外一边呢是眼线液 这边打开呢是眼线胶笔 眼线胶笔呢,我觉得倒还可以 看见它这眼线液笔呢,是要这样子拧的吗 一拧开呢,它的这个头其实真的很粗 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合我们亚洲人去使用的 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的黑,非常的浓密的这种 可是对我来说它的这个头实在是太粗了 那说到刷头呢,给你们看一下 我前段时间收到的一个国货品牌漫野他们家的眼线液 这个我收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刷头超级的细 我觉得这种刷头细的呢,就比较好操作,比较好画 你们看一下对比是不是很容易画得很细 另外我还很厚脸皮的,问他们要了棕色 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棕色比较日常 这个刷头呢,又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这种比较稍微细窄一点的刷眼皮 那这个眼线液呢,我在后续的化妆视频再给你们分享吧 到时候再给你看一下它上演的一个感受 好,那下一单呢,就是在ELF的澳洲官网买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吧 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开价彩妆吧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以前K妹经常分享他们家的东西 然后这次呢,全部都是半价购入的 先跟大家说他们家的这个16小时的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我还蛮喜欢的 我的这个4号呢,是Light Peach 我记得这个遮瑕膏我入手的价格可能是8欧币左右吧 也就是四五十明币的样子 这个遮瑕膏蛮好用的 所以刚才Huda Beauty他们家的好几条肌 刚才它就是上来眼下呢,非常有奶油感 而且也不干脏 它的颜色呢,我觉得也选的蛮适合我的 然后性价比比较高 好,那下一个产品呢,就是Poreless Petty Primer 这个妆前膏呢,就是可以用来抚平皮肤texture 就是皮肤如果有一些纹理啊 它会就是把皮肤填得比较平一点 它的感觉呢,就非常像Tatcha他们家之前出的一个妆前膏 也是那种平滑皮肤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样子 但是它这个盒子里面有给那种小棒棒 我就先用手去一点 它上来皮肤上有一种冰淇淋的感觉 但是这个妆前乳呢,我还没有试用过 我得试用看看才知道感受 反正它自己声称呢,就是有这种抚平毛孔的作用 好,那下一个,就是一个粉底液 我买这个颜色呢,是比较适合皮肤深 但是又比较偏棕色调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买的是为了放到我的makeup kit里面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出去给客人化妆什么的嘛 我想在同一个这种深色的颜色放在我的箱子里 以便到时候给皮肤稍微偏深一点的客人调色 对,然后这个呢,我是有看到很多欧美的博主在推荐了 他们说这个上脸的妆效呢,还蛮好看的 而且这个粉底液呢,在他们家官网上评分特别的高 好,那接下来呢,是在他们家买的四合腮红 我都打开给你们看 这个颜色呢,叫Blushing Rose 这种吃土色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那这个颜色呢,叫Mellow Mouth 这个色号呢,是Twinkel Pink 这个颜色呢,叫Berry Merry 其实它这个包装我觉得还蛮简洁大方的 然后上面呢,是带一块种小镜子的,还蛮可爱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几个颜色美是美的 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就是它每一盘的压粉都算是比较松的 所以说我这两天就是连续有用它两次嘛 就是每次用刷子取完粉啊,上到脸上就有一种猴屁股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你也弱了这个腮红的话 我觉得你每次用刷子取粉的时候一定要清 就是不要太使劲的去占它 不要把它当做普通的腮红来用 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压粉比较松的眼影 所以说使用它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 好,那在ELF上下单的最后一样东西呢 就是一个雾面的唇釉 它这里的设计非常的不科学 因为它的那个头很大 然后它管这里呢,又非常的小 所以每次取出来的时候要特别使劲 因为Christmas快到了嘛 所以说我挑了一个这种大红色的雾面的唇釉 这些唇釉呢,我也有试过一次了 虽然说它是雾面的吧 但是我觉得它上嘴没有到很拔干的感觉 这个低印象还是蛮喜欢的 好的,那下一个东西呢,是TOMFOR的粉条 这个是我在相片上面买的 因为它前段时间就是所有的彩妆是有打九折 所以说我就趁着打九折的时候呢,买了一款比较稍微贵一点的粉条 然后TOMFOR他们家这个粉条呢,我入的是0.5这个颜色 再给你看一下它上手的颜色 反正拍开来呢,在我脸上还算是蛮自然的 然后这个粉条呢,我已经有使用过一次了 我个人感觉是上皮肤的妆效还蛮不错的 算是比较自然一点的奶油感 但是我觉得它的遮瑕度就是没有到特别的高 可能是中等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它在日常里面使用的是够了的 然后我还有买亚世兰黛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 这个精华水很多博主说好用,但我自己没有用过 所以说我这次入的呢,是75毫升的 我想用它湿敷一下,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好用的话呢,我到时应该会入他们家那个超大比 好,那下一个东西呢,也是在Selfage上面入的 这个是Suku的一个套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Suku他们家的那个粉霜超级的有名 最近呢,它不是又有更新新的版本吗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博主求求他就是很喜欢用那个粉霜嘛 所以说这次呢,我就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套盒我就入了 看一下这就是套盒里面的内容 我的这个粉霜套装呢,它里面带的这个粉霜不是一个 Full Size的,我记得正装呢是30克,然后这一瓶呢是15克的 我觉得这个尺寸也是正好 而且在我使用完它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幸亏我买了一个小瓶 因为这个粉霜刚上我脸的那个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啊,它就会在我的脸上浮粉非常的严重 然后呢,就把皮肤显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我皮肤上的那些小颗粒什么的都感觉就是有浮起来的感觉 就感觉我的皮肤非常的不平整,不平滑,很干燥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使用方法没对 我觉得我下次再使用它之前呢,会把脸上的保湿工作做的非常的好 再去使用它 不然就是它在我脸上真的蛮可怕的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珊瑚皮吧 我只是混干皮而已 为什么它在我的脸上会这么干 我不懂 然后它这边呢,还有送一个小的这个妆前乳 这个妆前乳真的是够小的 但是妆前乳我还没使用过 我下次用这个粉霜前呢,就先用这个妆前乳试试好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黑五买到的彩妆类的东西 其实我也有入一些什么鞋子,包包,首饰之类的 但是呢我觉得这支视频已经够长了 所以说我可能后面呢会再去找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购入的一些什么衣服呀,视频呀,鞋子呀,包包之类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弹幕告诉我 我再来计划拍那类的视频吧 然后偷偷告诉你们,在12月的最后几天呢 我会连续的传很多支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年度的一些年度爱用品 我会先出一个比较综合的 然后会跟大家出我最喜欢的10个眼影盘 10只口红 最爱的高光和腮红 还有最爱的粉底液这样一个系列的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在后面呢就可以看到我更新的视频啦 好,那在视频的最后还要跟大家露透一句 以后的广告呢我应该不会再打在视频里了 但是我都会很清楚的把它放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如果是YouTube呢会在下方的信息栏里 如果是B站和微博呢我都会把它放在留言的置顶第一条给大家看见 就是接着广告合作收费的一些内容呢 其实我不想骗大家 那我具体呢都会让大家知道是哪一个产品 所以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就动用手指往下翻一下 留言区第一条或者是信息栏里面我都会标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就是我相信博主接广告这事呢大家都能理解 毕竟博主也是人也要吃饭的对不对 只要这些产品都是真实好用的 我相信你们也会喜欢的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到这里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在这边 好吧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